据新华社报道,日前乌克兰新任总统泽连斯基在上台之后态度发生了巨变。 喜剧演员出身的泽连斯基一度十分强硬,获得了乌国内民族主义强硬派的力挺。 扬言要比前任波罗申科更加果断,毫不畏惧地对抗俄罗斯侵略者。 然而在莫斯科一连串反击面前,泽连斯基终于看清楚了乌克兰的现实。 据新日前他主动对普京示好,并发出首到军令,要求乌克兰军队从顿巴斯前线的部分地区撤离,以释放对俄罗斯的善意。 据新美顾问对此举十分不满,在劝说无效后一言不发离去。 随后北约提醒基辅方面自求多福,而克林姆林公则非常低调。 开始闭门磋商对策,商讨下一步对乌克兰的行动,据新在乌克兰释放善意之后。 乌克兰、欧安组织和俄罗斯三房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举行了新一轮的谈判,确定了乌俄阵营共同从顿巴斯地区撤兵的共识。 据悉近期顿巴斯地区的冲突不断升级,连日来,乌军方证实有多名士兵在交火中身亡,而俄阵营的民兵武装则表示,乌军的伤亡数字要多得多。 根据北约方面的情报,俄近期不断向乌克兰境内派出援兵,包括更多的重型武器装备。 在前线地区甚至还发现了新式远程火箭炮的踪迹,这使得乌克兰方面十分担忧。 认为乌军可能再策反新一轮的大规模行动,而泽连斯基在上台之初,本来希望依靠北约的军事力量。 一举出兵夺回被占领的国土,然而北约方面随后的表态令其十分失望。 认为目前的动物时机远未成熟,要求泽连斯基继续忍耐。 为了安抚乌克兰方面,美国近期还批准向该国提供反舰导弹的援助计划。 但是乌克兰军事专家指出,无论是北约还是美国,其实都不过是把乌克兰当作棋子来牵制俄罗斯,因此迟迟不愿直接出兵。 而只是提供一些过剩的军事物资来打罚乌克兰。 因此泽连斯基这次果断改变态度,希望和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。 这显然是非常明智的行为。 据悉莫斯科方面已经同意和基辅救交换俘虏,乌东部地区民生问题进行谈判。 并同意同步撤出一部分部队,以缓和与乌克兰的紧张关系。 然而北约方面对此则忧心忡忡,认为乌克兰此举辜了西方的信任。 没有对俄罗斯采取一贯之的强硬态度。 并警告称未来可能会调整对乌克兰的支持。 不再对该国进行权利的军事援助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